让孩子从小参加劳动很重要 但是很多父母舍不得让孩子辛苦 认为这是大人的事情 孩子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了 其实他们错了 舍不得让孩子辛苦只会害了他 《轮椅》的线文篇第十四章有一段话 子爷爱之能勿劳乎 意思是孔子说 爱你的孩子能不让他辛劳吗 孔子认为让孩子从小一时无忧 不用操心任何事情 泡在蜜罐里长大 只会让他长大后没出息 甚至连智力都困难 如果真正爱你的孩子 就要从小让他辛劳 这样他才能够得到足够的锻炼 长大以后才能够经得起风雨 研究表明 爱做家务的孩子 跟不爱做家务的孩子相比 就业更容易 收入更高 婚姻更幸福 对全国几万个小学生家庭进行的调查 也表明引导孩子做家务的家庭 和不做家务的家庭相比 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好 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 孩子在做家务的过程当中 才能够体会到生活的不易 才会珍惜眼前的生活 才会懂得要回报父母 同时做事可以锻炼他们 解决问题的能力 磨炼他们的意志 使孩子劳 这个劳不一定是体力劳动 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体会人生的艰辛 知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懂得未来要靠自己去打 这样牢过的孩子 你就不必操心要留给他多少财产 他自己有坚强的意志 去面对人生当中的起起落落 有足够的能力 去闯出属于他自己的一片天地 如果您有孩子 请务必要记住下面这句话 没有散的孩子 才会努力奔跑 迷篇全网火爆视频群社区 微信搜索SSZ867 SSZ867 关注后免费进群 请务必要记住